不過我覺得非常有趣啦 就是說他呼籲不分藍綠一起上街頭 好 你先不要講國民黨 你叫民進黨跟你一起上街頭 去反民進黨 這樣講是有邏輯嗎 那國民黨咧 我覺得我們祝福他們啦 但是應該是不會跟他們去 他說要叫國民黨一起廢考間 那讓他喊一喊 我們尊重在野的盟友的訴求 因為大家一起監督執政黨 但是他呼籲我覺得祝福就好了 只是說他叫民進黨一起上街頭 我真的覺得非常有趣 而且柯文哲 你之前才跟蔡英文碰面 兩個也是非常好 我想問一下 你有什麼訴求 不能再跟他見面的時候 去跟他講呢 那你私下跟他好來好去 結果忽然間又號召小草們上街頭 好像蔡英文這八年做得很爛 那我想問 你在跟他私下見面的時候 你有沒有告訴蔡英文 為什麼不在蔡柯文的時候講 一定要在街頭才能講 小草沒有在現場吧 或者是媒體沒有在現場 那如果你只是要做給人家看 我覺得這個活動正常性就小很多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 他這遊行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品牌太混亂 品牌嗎 你知道本來他去年的七一六大遊行 很清楚 就是司法正義 居住正義 大家喊口號也不會隨便喊 司法正義 居住正義 可是他們這次跟他喊得哩哩啦啦 不是因為他口號太多了 你知道嗎 我搜尋他的新聞 都不知道他的口號到底是什麼 有哪些啦 譬如說什麼打倒新黨國 啟動新台灣 然後什麼又是什麼草根行動穿草鞋 第三波民主改革 然後又第三波民主化啦 然後又說要推動什麼 司法改革 憲法改革 國會改革 媒體改革 就是你講一講到底 大家會混亂 大家會混亂 你知道光像我 新北吳彥祖板橋流德華 這兩個外號大家就 就到底是新北流德華 就板橋無德華 大家都搞不清楚 所以你如果 都不是 就是說我我瞠目結舌 真的嗎 我覺得 你可不可以尊重選區的選區 你不是那個 你可能是王祖賢嗎 不是 我是南港Angela Baby 好 你進去 對 就是說 因為我不知道說 為什麼一個遊行 可以搞出這麼多的口號出來 那代表說 他這個活動的規劃 其實是在邊丟出來之後 邊講邊想 邊測風向 因為他每天都要開記者會 每天都要講同一件事情 那你如果每一天都說 同一個口號的話 沒有新的哏 媒體也不想辦法 郭昌老師說很嗨 嗨不嗨 郭昌老師 嗨也OK的啦 自己嗨 我跟你講 怎麼嗨你知道 他只要在現場表演 我 我 我有欠你喔 我跟他下面就說 對 沒欠你 沒欠你 這就很嗨了啦 對 所以我 然後還有就是 那個什麼第三波民主化 我還去搜尋 什麼叫第三波 那個航廷盾在一九七年之後 說有六十個國家變成民主化 但實際上我推敲了 他可能也許講的是說 要鞏固民主 對 所以你看這個口號多深 就是大家還要去 幫他充斥他內 到底是要推民主 還是要跟民進黨算總帳 還到底是要怎麼樣 對 要講清楚 就是我認為一個事情打到底 而且五一九 其實也不是他們發明的 其實二零一二年 那時候馬英九第二任 五月十九號 民進黨就是前一天 但是民進黨那時候 人數還蠻多的 大概民進黨號稱十二萬 警方估計五點五萬 可是你知道 這是民眾黨說 他們目標是三萬 上千人 三萬是那個吳靜穎說的 吳靜穎說的 民眾黨是說上千人 你看啊 有議員就跑去問 這個台北市的警察局長說 你預計這次會有多少人上街 警察局長說大概一千吧 然後秦慧珠就說 蛤 才一千 你會激怒 你會激怒小草喔 警察還說我們大概部署 兩百個檢疫就夠了 幫他湊就對了 對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數上 就是跟民進黨差很多 那民進黨上一次的訴求 也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祝福他們 希望說可以發揮 獎勵的監督力道